因为中国大陆品牌厂崛起 再加上韩国企业的竞争 日本传统电子大厂陆续调整了事业规模 像是东芝就宣布结束北美电视研发以及销售部门 全数转移给最大的代工厂人保 这让今年电视出货有机会可以达成年增一成450万台的目标 日本品牌电视主打细腻画面 加上整体设计维持低调典雅路线 让许多消费者愿意多掏钱入手 电子制造商东芝才公布会计年度前三季 获利大幅成长85.9% 却意外宣布放弃北美市场 要把事业体全部交给人保 结合通路商与设计代工专长 人保采取贴牌模式吃下美国电视市场 与东芝合作关系更紧密 陆续买下墨西哥波兰厂 去年出货比重达到50%以上 经验新增 韩国乐金与中国大陆TCL两大新客户 要挑战450万台目标更是势在必行 在Smart Device的部分 我们将不会提供我们出货的guide line 但是我们年度的出货的目标 我们都照进度再达成 人保滑宝合并后 新人保行动装置战略正式成型 逐渐降低个人电脑比重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比重 要从去年7%拉高到20% 智慧家庭车用电子等新事业 也有望再为营运带来更大效益 林志远 陈维友 台北报导